台湾人爱吃海鲜 尤其最重视新鲜 在板桥地区小小的街角 有一家专注于新鲜海鲜的小店 对新鲜的蛤蜊与鹅啊产地直送 让客人感受来自海洋的滋味 我是特地来这一家店的 觉得蛮好吃 我就把它fold在IG啊、FB 然后朋友看到之后 他们从别的地方来 从新竹来或其他县市来 他们就会指定要来这一家吃 目前最受欢迎的当然就是 蛤蜊跟鲜蚵这两样为主 我们的海鲜面跟外面的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纯海鲜 那几乎什么料都吃得到 所以它代表了新鲜澎湃 一走进店 明亮整洁的氛围令人安心 点上一碗招牌的海鲜面 澎湃丰富的海鲜种类 鲜甜的汤头 让幸福感直接爆棚 我觉得还不出来 我很喜欢它后面这些 就是透明的 就是你会看到厨房人员 然后的这个料理过程 那你会觉得蛮安心的 就感觉很干净这样子 将鲜甜的食材变成美味的料理 需要的不仅是新鲜 还有技巧和耐心 经过精心挑选与处理 多到独特的清洗和处理过程 去除腥味 还原大海的清爽与鲜美 基本上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团队 他们就是放门在我们做筛选 这个鹅仔跟蛤蜊 蛤蜊就是台西 那鹅仔就是每个东西 我们一大早 我们就会开始做 就是像刚刚讲的 那个蛤蜊的吐沙 然后五道工序 然后会有六个小时 然后去做两次的吐沙动作 突然之后在每一颗的去跳 也一线科也是每颗去挑 每颗去检查 要维持它的简单是不容易的 就是可以得到客人的支持 那我就觉得说 我应该要更努力把它做下去 对顾客而言 吃海鲜不仅是解决一餐 更是一次与大海相恋的体验 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 来自深海的鲜甜 让人忘记了城市的喧嚣 回到了最初的纯粹味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